拿出工具走向后院 女子熟练地把蛇抓起 就连蝎子也已收服了好几只 因为最近实在太常看见 苏丹八月经历了十年来最严重洪灾 如今洪水退去 却出现大量蝎子和毒蛇 威胁到宁罗河沿岸居民 就算派出专业团队捕捉 效果也很有限 不慎被蛇蝎咬伤的人 也没有适当的药物治疗 因为当地现有的抗毒血清 是从印度进口 与苏丹蛇蝎的毒疫不符 苏丹有毒物种研究中心表示 目前已有数人被蛇蝎咬伤 若政府再不积极介入 后果恐怕越来越严重 待新闻陈彦荣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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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养